今日NBA官方宣布对熊路球队格雷森阿伦竞赛一场 因为之前在和公牛比赛中 格雷森阿伦对卡鲁索有一个二级恶意犯规 导致卡鲁索手腕骨折 卡鲁索受伤详情欧卫士 熊路又费一个骨折啊 东部老大太惨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 熊路官方居然发了声明说 我们不同意这个竞赛 我们支持格雷森 并期待他周五北京时间周六重新归队出战对阵尼克斯的比赛 最近几天熊路没有比赛 格雷森阿伦被禁的那场 是北京时间1月27号打骑士的那场 讲道理 本宫看NBA这么多年 真的没见过哪只球队官方下场 反对联盟因乐意犯规被联盟禁赛 前NBA主帅大范甘迪发推评价熊路这个官方声明 我听过教练或者总经理口头反对停赛 罚款等处罚 但我不记得我球队官方发过这种声明 昨天熊路官方推特在公牛宣布 卡鲁索受伤需要手术之后 还发了一天格雷森阿伦吃拍的短片 和球迷问早 当时引起很多不满 4个小时内收到了超过5000条回复 和3万条转发 还真的第一次看到熊路官推人气这么高的 公牛官推气氛的回复道 认真的吗 后来熊路删除了这条推文 工作人解释说 我们也对格雷森的推文感到不安 因为卡鲁索的伤病真的很糟糕 然后我们与熊路官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 他们说今早的推文是提前安排的 这意味着这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 但是今天熊路官方下场反对竞赛 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们的不安啊 而且熊路官推还拉黑了一个公牛资讯账号 不是公牛官推 大约是因为也质疑他吧 那天卡鲁索受伤后 现场出现暂停 格雷森阿伦还在替补习无嘴笑 虽然后来格雷森阿伦解释 笑是因为当时和队友开了一个玩笑 但无论何种原因 那个情况下 一个导致别人受伤的人还笑得这么开心 也很不应该吧 格雷森阿伦说 我没打算把他拽下来 他摔得很重 很高兴看到他没大碍 要知道他会摔得这么重 我不会做出这个动作的 这都用手腕骨折了 还很高兴他没大碍 很想知道怎样才算是有大碍 根据NBA心经专家暴比马克斯的消息 格雷森阿伦此次竞赛将损失2794美元 阿伦本赛继薪税为405万4695 熊鹿则可以节省13982的工资冒开支 既然那么不同意阿伦竞赛 熊鹿是不是考虑不扣阿伦工资 照发